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嗨 大家好 我是巫青 今天呢要來帶大家 玩一個很好玩的東西 就是 我先賣個關子 就是這個東西呢 是我算是在台灣 開架當中 就是你沒有看過的 氣墊粉餅 它就是一個氣墊粉餅 然後呢它的使用的方式跟 就是我們平常上妝印象中那種 氣墊粉餅用粉膚上的那種 又不太一樣 它其實在 它好像這一款沒有引進台灣 就是目前你只有在 那個 好啦 直接講好了 就是只有在韓國你才買的 因為它就是韓國的一個開架品牌 講到這邊大家都應該可以想說 它是那個牌子了吧 對 然後 它在台灣沒有引進嘛 然後它是去年在韓國的時候 就已經上市的東西 這樣子 然後據說那個時候在韓國 算很 在韓國呢算是就是 每個韓妞都搶翻天的一組 氣墊粉餅這樣子 因為算是就是 沒有見過用這種方式上妝的 氣墊粉餅 所以大家應該覺得 基於好奇 一開始啦 但是後來其實大家使用上就是 覺得評價也都很好這樣子 遮瑕度啊然後保濕度等等之類的 這樣子 所以 好我應該可以跟大家講 我今天要介紹什麼了 就是CLEO的這個 就是他們的磨鹽氣墊粉餅 應該是 這樣講嗎 反正因為它其實外觀你看 就是完全就是都是韓文 然後我有上網做一下功課啊 就是我完全看不到它就是 感覺就是 感覺出來其實都是翻譯的名稱 他們好像對於台灣就是 中文就是 並沒有一個很正式的翻譯這樣子 不過大家都統稱為它是 蓋章式 就是印章式的氣墊粉餅這樣子 對 它就是做一個像這樣子 有一個印章 的一個海綿 然後呢它就是有一個氣墊粉餅嘛 這樣子 就是用這個海綿沾那個氣墊 可以用蓋 用蓋的方式去上妝這樣子 那這個東西我現在是完全是 我有開打開來看一下它的內容 但是我真的還沒有實際用在我的臉上 這樣 所以想說今天帶大家來看一下 這個東西就是 跟大家一起來玩這個東西 這樣 我現在直接打開 喔 先跟大家講一下 我買的是3號 對 就他們後面啊 你可以看一下他們後面這邊 它有三個色號這樣子 那我就是2號3號4號 我也不曉得為什麼 直接從2號開始 就是沒有1號 對 所以我就直接從3號 然後是他們的那個中間色 因為我覺得韓國的氣墊粉餅啊 或是粉底類的東西啊 顏色都會偏白 所以我都不太敢直接買最白的顏色 或是因為我想說健康色應該一定不可能是我的顏色 所以我覺得2號跟3號是在猶豫 後來我就想說買保險一點的 我就直接買妝間色 喔然後它還有那個防曬的係數 就是50 呃 SPF50 然後PA++這樣子有三個加 所以算是防曬係數很高的一個氣墊粉餅這樣 我現在就直接打開來給大家看一下 你看它這個包裝 是不是看起來就很厲害 就是感覺就是一個禮盒的感覺 然後 就是一個 就是裡面有一個粉餅嘛 然後一個氣墊粉餅 然後它氣墊粉餅還有附贈 所以他們附贈了一個這個盒子 我再拿出來喔 對就是有一個盒子這樣子 看起來超高級的 然後 然後還有這個 超大瓶的欸 不是開玩笑 你看它整個 我覺得CLIO的 算在開架品牌當中啊 它不只內容物好用 就是我覺得相信大家都應該有用過他們的東西 不管是哪一個啦 就是我覺得他們底妝類的東西 大家就是 都知道很厲害 然後包含遮瑕膏 然後他們的包裝啊 我都覺得他們不是走黑 全黑路線 不然就是全白路線的那種包裝 所以我覺得 他們的包裝我覺得就是一種簡約 然後又很好看 很有質感的一種 一個包裝這樣子 然後就是一個白色蓋子 然後你可以看一下它下面這邊 下面其實都是粉底液 他們的那個氣墊粉底的粉底液 這樣子 然後剛才粉撲已經講過了嘛 就是 裡面它有附著一個那個 他們 粉撲 然後粉撲是用盒子 有個盒子這樣子 然後它的那個 塑膠盒 外面這邊還有一個他們CLIO的那個mark 就是它寫CLIO的他們的名稱這樣 這樣好像拍不太出來欸 然後打開呢就像這樣子 你看它這個氣墊就像一個印章一樣 很像葫蘆狀它其實 但是它又比葫蘆再瘦一點點 然後也是有一個腰身這樣 然後其實你可以 就是這一面的平面也可以使用 那這一面的平面也可以使用 就是小面積的上 然後這邊就是比較大面積的上 用在眼睛下面 就是比較小細節的上妝的一個 那一面這樣子 然後這一面就是可以用在 大面積的臉頰的部分 大面積的臉頰的部分 額頭的部分去做上妝 然後這一面就是可以用在比較 所以我們不太去確定 它到底是要乾用還是濕用 這樣 不過後來我網路上看 那好像大部分的人都直接拿來把它乾用 就直接使用 就沒有再沾濕 所以我等一下使用 我就會直接上 就是我不會用 就是沾濕的方式上 我今天並沒有要做一個實測影片這樣 因為我覺得 我的膚質並不是一個很適合上 氣墊的人 就是我上氣墊 通常我的持久度都不是很OK 所以我今天並沒有要拿來做 實測一整天的那個影片這樣子 就是單純就是帶一個很好玩 然後很新奇的一個心情 來跟大家分享這個氣墊這樣子 對 所以大家不要誤會 我今天並沒有要做一個實測 但是就是 單純的給大家看一下它上妝的妝感 還有它的 就是這麼新奇的東西 它上妝效果 就是大家妝效會呈現什麼樣子 那我要打開它囉 好 看起來方式 它是用旋轉的方式 打開 這邊就有一個鏡子 這邊 來附你一個粉撲 就是一般 粉餅裡面會附的這種扁的粉撲 這樣 對 可能讓你在外出攜帶的時候 可能會比較好上吧 我再猜 對 對 然後好像就直接掀開來 這個指摩 就是氣墊粉餅它 你一開始打開心的 都會有這一層東西 這樣子 我直接把它打開了 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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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網子 對 然後它這個是有雙 就是器件的那個網子的感覺 就是可以看到一格一格的那個 大家看得到嗎 對一格一格的那個孔洞這樣子 可能你在沾的時候會比較均勻的 就是上在那個海綿上面這樣 天啊 我直接就這樣把它打開 你看我有 超級無敵稠陋的 恩 我好討厭化妝品弄得髒髒的 擦乾淨 好 它黏 整個黏超級無敵緊的欸 而且我覺得它這個膠啊 有點 怎麼講 好像會濕的不是很乾淨 好像把它裝回去了這樣 好 但是 然後反正它就是有一個雙層的設計這樣 對它不只下面那個 下面 剛剛那一面那一個是孔洞比較大 然後上面這一個是孔洞更細 更細的一個沙網的感覺 它就是做一個比較雙層的設計這樣 對 所以看起來應該是 也是那種還蠻好均勻沾取這樣 好 OK 它就是做一個比較雙層的設計 然後讓你可以比較均勻的沾取那個粉底這樣 好 我先上在手上的顏色 看起來跟我的膚色感覺是很OK的 好 那我現在要直接用他們這一個粉膚上 剛剛有說我要直接用乾的方式上 所以我就不沾濕 那我用這個大面積的 就是比較大的這個半徑的圓的這一面去上 給大家看一下我的膚況 現在給大家看一下 我呢是一個混油 混合性 偏油肌的一個女生 對 所以我的皮膚算是 真的是比較偏容易出油 尤其特別是窄鼻子 然後還有額頭T字的部分 對 然後現在呢 眼下的毛孔 一樣就是也是有毛孔出大 然後 鼻翼兩側 泛紅的狀況 然後最近的豆子狀況 我覺得明顯改善蠻多這樣 不過就是殘留一點點 這邊啊 這邊有一個突起痘 然後還有一些些痘疤 喔還有下巴這一顆 這一顆 這一顆我是前幾天剛把它擠破 然後目前還在癒合 所以你看 也是一個比較紅色 還沒有癒合的痘痘 是我的膚況大概是這樣 那我現在就直接用這個去沾他們這個粉底了 這樣 它跟我們傳統上 氣墊的方式真的不太一樣這樣 大家可以看一下 OK 你這樣子按一次大概是像這樣的感覺 好再把它均勻的啊 均勻的沾取一下 我不太確定它的妝感耶 我先沾這樣就好 好現在比較酸 比較有一點 比較均勻一點上 上蓋 超好笑的 哈哈 我先上半邊臉給大家看 我好像臉沾太多耶 會不會 好 恩 嗯 它還蠻好推開的耶 恩 難怪人家說它還蠻保濕 好 我一直以為 因為網路上說它的遮瑕度很好啊 然後我一直以為它是那種 妝感很重的那種粉底耶 不過我現在上大概已經推開 然後上一層的感覺 推開大概是 像這樣 我覺得 妝感其實比我預期中 比我想的還要薄透很多耶 快看一下 這邊你看這邊 然後這邊 這邊就是很明顯的毛孔出大嘛 然後這邊你可以看一下 完全就是可以被遮掉我的毛孔耶 我現在目前都是上一層的效果 我覺得 它是很薄透的 很 很薄透的氣墊 呃 粉底 然後 又可以修飾掉你臉上的瑕疵 修飾毛孔的效果還不錯喔 然後 然後這邊好像 因為已經快沒了 我再這樣這樣 基本上要做成像這樣印章式的方式 基本上就是要讓你用拍的方式 就不要 你不要再用推的方式上 有耶 周小兔你看 剛剛是紅的 現在你看完全 你還是看得到一點痘疤 但是顏色就沒有剛剛那麼深 好意外喔 我再上第二層看一下 交牆在我的毛孔出大 還有眼睛下面 黑眼圈 我也覺得 在韓國啊 它真的賣得非常好 然後我為什麼會買它呢 主要是因為那時候我在網路上掛 然後 我一直在找一個我覺得 我剛好說我因為我不是一個很適合上 氣墊粉餅的人嘛 因為我覺得我超級無敵容易會脫妝 然後 上氣墊啊 因為我覺得上氣墊的妝感 跟上粉底液的妝感 還是會呈現比較不一樣的感覺 這樣 然後基本上我覺得 我目前還找不到一個 可以讓我持久度很好 就是上一開始上都會覺得好漂亮 但是 但是它的持久度就都沒有到一個我覺得 我覺得 我找不到目前的唯一 市面上讓我滿意的持久度啦 目前 所以我都還在嘗試 然後 我就想說 嗯 他們的這個 cleo的他們那個 黑盒的氣墊粉餅 就是那一盒 那一盒有 有進到我們台灣 在台灣上市 就是去城市都有賣這樣 然後我就想說 因為那個是比較舊款 那這一款是他們去年新出的一個新的粉 氣墊粉餅這樣 我就想說那我買新的這個試看看 然後 因為又看到他們就是用這種比較 跟一般的傳統式的氣墊粉餅的上妝方式不太一樣 所以我就想說那我就買 買這個 直接買這個試看看 來嘗試一下它的效果 好 現在已經大概是推完了 好 眼下 給大家看一下兩邊的差別 這一邊臉 這一邊的臉 明顯就是被提亮 然後 遮瑕 遮瑕度啊 痘疤 你看剛剛那個痘疤很誇張的紅 現在已經看不太到 鼻翼兩側 泛紅的位置 可以看一下 你看喔 這邊還是快 紅 然後 這邊就是明顯被遮掉 然後還有毛孔的位置 你看那邊毛孔還是比較粗大嘛 然後這邊就是明顯就是被遮掉 光澤感我覺得反而比較呈現一種 不是 不是很有光澤感的氣墊粉餅 就上完以後呈現一個比較霧感的妝感 所以 這一款粉餅我在想說 因為接下來天氣會越來越 越來越熱 所以應該是還蠻適合用在夏天 就是比較霧感的一個妝感這樣子 光澤啦還是有 但是就是不是那種 外面很多那種就是你上完氣墊會呈現比較 光澤感比較重的那種感覺 基本上沒有 不是光澤感很重的氣墊粉餅 就是呈現一個比較霧面的質地 霧面感覺的氣墊粉餅 好 那我現在要把另外一邊 完成一下 中間的位置感覺都不是很好沾欸 都還是從兩側開始 對 這是它的沾取狀況 給大家看一下 我覺得它中間的地方好像不是很好沾到欸 就是它還是靠它那個硬張的這個外圈的位置去 比較能就是沾到比較多粉底 但是中間的位置 不曉得是不是因為我現在還在剛使用 所以它那個粉底還沒有完全的 就是穿透那個網狀的那個 雙層網狀的那個地方 不過整體來說我覺得它算是還蠻好推開的 對 很好推勻 然後 妝感呈現一個還蠻自然的感覺 如果之後大家有想要看這一款粉底的實測的話 再留言告訴我好了 就是 我等天氣再稍微再更熱一點點 因為我剛有說我覺得它這一款應該還蠻適合拿來當作夏天使用的氣墊粉餅這樣 因為它的妝感是呈現比較霧感的感覺欸 並沒有很重的光澤感 然後像這種比較霧面的感覺的粉底啊 氣墊粉底通常就都會 算比較適合拿來當作夏天使用 因為你夏天已經會比較容易出汗出油 基本上你不會想要你一開始上妝的感覺 就呈現一個比較光澤感很重的感覺 目前上完 全臉的感覺大概是這樣 我覺得它的遮瑕程度 然後跟它的提亮程度都很好 粉底的感覺呈現就是一個比較霧面柔霧的感覺欸 然後光澤感並沒有很重 遮瑕程度我覺得算有到達一定的水準以上這樣 然後遮瑕度就是毛孔的部分可以看一下 我拉近 我剛剛這邊兩邊啊 毛孔都很粗大這樣 但是它其實就是 很明顯的就是可以修飾掉我的毛孔 然後就是呈現一個很柔霧的感覺有沒有 所以讓你的毛孔會比較可以被修飾掉這樣 好我現在已經把全臉都上完了 我覺得我還蠻喜歡這樣子的感覺耶 因為我不是一個 因為我的肌膚的本身的底子的關係 所以我不是非常喜歡上那種光澤感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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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的那種氣墊粉底啦 然後因為很多市面上特別是韓系的氣墊粉底 他們的走向都是偏一個比較光澤感很重的那種粉底的感覺 因為韓國人他們本身其實皮膚的底子大部分都算很好 所以他們其實很適合上那種很有光澤感的 就是很水潤感的那種氣墊粉底 因為我自己本身底子不是很ok 就是我很有就是因為我毛孔粗大 然後因為我又是混合性偏油肌的人 所以我其實就已經不是一個很適合上光澤感這麼重的氣墊粉底這樣 但是我覺得他算是在韓系的氣墊粉底當中 算比較光澤感沒這麼重 然後是呈現一個比較粉霧感 就是現在大家都在推出的那種比較粉霧感的氣墊粉底這樣子 對然後我還蠻開心的 就是我覺得好像漸漸的可以找到一個 就是找到一顆 呃還蠻蠻讓我滿意的氣墊粉底這樣子 因為只要看到那種柔霧感的 比較粉霧感的那種氣墊粉底 然後我都很想要去嘗試 因為我自己個人我也比較喜歡那種比較粉霧感的感覺 大家看一下剛才已經上完了嘛 可以看一下我剛剛這邊都有一些泛紅的豆子 然後還有一些黑色的豆吧 我覺得大概遮瑕度有到7層這麼多欸 7到8層 對 然後你看眼下的黑眼圈超級無敵明顯 就是整個被遮掉 那個黑眼圈的界線基本上看不太到有沒有 遮瑕程度我覺得真的有到 我剛剛更正一下好了 這是8、9層了吧 對然後還有毛孔的位置 就是柔霧柔霧的感覺 所以整個就是也是被修飾得很好很漂亮 特別明顯的是剛剛這邊我有一顆很紅的很紅的那種 被我剛擠完的痘痘 好像還沒癒合欸 然後很紅嘛 剛才很紅 可是現在已經就是 就是有那種一點點痘疤的感覺 但是我覺得這樣的遮瑕程度 我覺得已經算很好了啦 因為我這一顆真的是暴濃你知道 所以已經就是有一點點凹陷的那種 孔洞感超難過的 對但是它能夠這樣子遮住 我覺得算是還蠻厲害的 因為通常針對這樣的痘痘 你必須要就是動用那種比較霜狀的遮瑕膏 才有辦法遮住這樣 對但是我今天就是一個沒有上遮瑕膏 然後只有上氣墊粉底的狀態 所以這樣子的遮瑕程度我覺得真的是我 我還蠻滿意的這樣 如果大家之後有興趣的話 我可以在天氣再更熱的時候 做一個實測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它在接下來 就是台灣要迎接夏季的氣候 可能在夏天的一個整個持妝度 還有它就是一整天下來的一個妝感 大家會怎樣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在留言告訴我 我在做一個實測 那我現在完整的 趕快把我的眉毛 我簡單上完好不好 我今天並不想要上眼妝 我今天單純只是要跟 想說我今天每一次在家 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氣墊粉底 因為我前幾天才剛拿到 想說來跟大家玩看看 所以我今天我也沒有要出門啦 就單純就只是 就是跟大家 玩一個東西 開箱一個 我剛拿到的東西 我覺得還蠻好玩的這樣 然後我簡單上一下眉毛 好 我現在已經上完我的眉毛了 然後因為我今天沒有要出門 對 單純就是跟大家開下一個 就是這個東西 就是 CLEO的印章是 粉餅 粉底 對 應該它其實算是粉底 因為它其實下面 這邊我剛剛打開了 就是不小心誤開了這個東西 這樣 然後它下面滿滿的粉底 它粉底量真的滿多的 這一罐東西 這樣 所以它應該是叫氣墊粉底 好嗎 對 就單純只是跟大家來開箱 來玩這個東西 看它好不好用這樣子 然後至於好不好用呢 因為我現在沒有辦法證明說 它的持妝度 就目前只能呈現一個 目前現在這樣子的妝感給大家看 這樣 好我現在來總結一下呢 就是 它還滿特別的設計呢 就是它真的是 就是市面上目前 比較少開架式的 美妝品牌有出這種 蓋章的 印章式的氣墊粉撲 的方式去上妝 所以 算是還滿特別的上妝方式 那至於我覺得它做這樣子的設計啊 確實真的能夠 就是在你 嗯 用那種比較扁重的那種氣墊粉撲 去上你的粉底的那個 有一些細節的位置啊 這個 這個東西它是可以上得到的 因為你可以 從這個邊邊角角的地方 也沒有講它就是從這個邊的地方 你也可以去 就是很均勻的上到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它做這樣子的 粉撲的設計 我覺得算是還不錯的 然後它還特別送你這個盒子 我覺得 超級無 就是超級有質感的這樣 就是你不會弄到你的這個 系列粉 呃 粉撲 這個粉撲弄得髒髒了 然後收納可能你又要擔心收納的問題 這樣子 很專門讓你 收納這個粉撲 我覺得這樣子 對 這個就完全 深 深得我心了 它裡面 它為了要讓你外出的時候 可以 方便補妝 攜帶 就是如果你不想要再多帶一個這個東西啊 它其實裡面有附這種傳統的粉撲 對 就是讓你方便外出的時候可以使用 有一個劑子 對 但是我覺得 嗯 可能我自己不是很喜歡這樣的設計啦 我喜歡 我還是喜歡那種傳統這樣子 就是掀開有沒有 就像這樣掀開的方式 就是你 你又不用擔心就是這個東西 你不曉得要放在哪裡 如果你要外出補妝啊 可能它這樣子的設計 你還要找地方放這個東西 我覺得不是很方便 然後再來就是跟 這樣就是直接打開來嘛 所以就跟一般的那種氣墊粉餅的那種 設計沒什麼太大的差別 然後它這個量呢 粉底的量啊 它其實真的就是跟外面的氣墊粉底的那種量的 我覺得多蠻多的啦 其實它這樣子的量是幾毛啊 它是寫17克欸 但是它的17克我不曉得有沒有包含這個罐子 不過應該是沒有 就我覺得它這樣子的量 粉底液的量啊 這樣子算是很多 雖然它其實真的在跟外面開價格的粉底 氣墊粉底比起來價格偏高 就是我記得它定價好像 定價好像要 就是不便宜啦 就是比較貴一點點這樣子 價格偏貴 但是它其實它這樣子的量 我覺得算是真的可以用非常的久 然後它又有含 防曬係數嘛 而且又很高 所以基本上你就不用再多上一層防曬 我覺得這真的很適合夏天欸 因為你夏天也不會很想要上很厚 很多層的那一種 就是你可能要上什麼 妝前乳 然後又要上防曬 然後上粉底幹嘛幹嘛的 所以基本上你其實夏天使用啊 或是現在你趕得上嗎 使用其實也是可以啦 剛剛有說 因為夏天你可能已經很熱 你不會想要瓶瓶罐罐上那麼多層嘛 基本上所以你就是大概妝前乳上完以後 就為皮膚做一個隔離的動作 就是上一些妝前隔離的部分 你大概就是再上這個就可以出門了 所以就是底妝你可以閃進 因為蠻多瓶瓶罐罐 然後很多步驟這樣子這樣 然後整體來說呢 我覺得這個東西我還蠻喜歡的 它的包裝非常的有質感 就我很喜歡這樣 對 我真的是很喜歡韓系的彩妝品欸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對韓系的彩妝品 韓系的彩妝品我就是有一種無法抗拒 它就是對我來講就是有一種無法抗拒的魔力 就是它們有一出新的東西 我就一直很想要就是來試看看 這樣子 荷包永遠守不住啊 這樣子 好那今天開箱 CLEO的這個蓋膠式的氣墊粉底 就 呃也不是實測 反正就是上開箱到這邊囉 希望大家會喜歡 然後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幫我按個讚 好那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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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